Share 这是一款来自于2016年的恐怖游戏 本来苏某人我平时不会专门做吐槽游戏的视频 但是这款游戏真的沙雕到让我无法自拔 视频开始前先友情提示一下 乱刷别的UP主的梗是不好的行为 虽然我平时不做吐槽视频 但是我看别人的吐槽视频都有人乱刷梗 这是极其令人反感的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理智一点 作为一款恐怖游戏 剧情的一开始就是男主驾车开到一条山路上 光线充足还搭配着动感的车载音乐 让我们丝毫感受不到恐怖感 然而这就是暴风雨来你的前兆 车开着开着突然路上就出现了一只黑猫 然后后面车辆失控 主角直接撞到了旁边的树上面 好吧车子坏了 我们可以下车查看一下情况 但是这个恐怖游戏完全没有任何剧情提示 作为一款恐怖解密游戏 光是这一条就足够我说上一年了 一下车发现这荒郊野外的居然还有一门意大利炮留在这里 这让我真的摸不着头脑啊 惊艳告诉我这个炮它肯定是关键的道具 不过现在它并没有什么卵用 于是我便顺着开车的道路走了一下 一直走会发现一口井 当我靠近井边的时候 居然从井里面钻出一个鬼头 然后这个全身绿的滑黄的女鬼直接跳出井 拿匕首把我砍死了 哦 谢 好吧重新开始游戏 我又回到了下车的地点 其实在下车的地点旁边就有一栋豪宅 旁边还有一只小狗住在它的狗窝里 我们甚至可以伸手去摸一摸它 但是摸完后这小狗的叫声 这它们养的是狗还是鸟啊 狗窝旁边是一个仓库 但是打不开 于是我来到住宅里面 这里空无一人 但是有很多照片可以调查 然而这些照片对于剧情和解谜没有任何作用 当我们打开厨房的冰箱 只见一根香蕉菌鹤立鸡群 这么大个房子里别的东西没有 香蕉倒是有一根 害得我还以为这根香蕉是什么关键道具 但是这根香蕉也许只是防止女主人的玩物 并没有任何卵用 这个游戏不看攻略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它玩得通 在房间的柜子里 苏某人找到了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正是小仓库的钥匙 打开小仓库 这里面有很多通关的关键道具 比如撬棍 斧头 还有电闸 以及地上还有一只小猫咪 当然猫咪并没有什么用 我们可以选择撸一下猫 但是这个是跟剧情无关的 此时大部分玩家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很有可能就会在地图里面乱走 乱走的话 也许你会发现 我们之前走的这条大路上 有一条分支路线 可以到达一个类似于矿洞的门口 奇怪的是 门口居然放了一把锤子 难道是用来砸门的 捡起锤子 然而这个锤子并不能用来砸门锁 我只能拿着锤子在地图里面乱逛 突然一下 我就掉进了一个陷阱里面死掉了 哇 这个作者真的是好用心啊 知道玩家肯定玩不来这个游戏会乱走 就顺便在地图里面给我们挖了一些坑 牛批 好吧 接下来苏某人就要正式开始通关这个游戏了 其实在最开始的下车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从车头里面拿出车子的电瓶 只不过在最开始没有任何提示而已 你根本不知道下车之后 第一步是检查车头 然后拿到我们之前打开的小仓库里面 小仓库里有一个充电器上面可以充电 这个游戏的神奇操作就在于 只要靠近目标 东西就会自动安装上去 也许这就是万有引力 在豪宅旁边的山坡上有一个风车塔 我们要想办法上塔 而在我们的这个宅子旁边就有一个楼梯 拿楼梯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发现主角的手已经严重骨折 楼梯的作用就是放在风车的塔下面 让我们可以爬上去 这个爬楼梯的手感简直屎的一匹 爬上楼梯之后 我们能看到一个树枝卡住了风车 我的鬼鬼 这个树枝是怎么上来的 这期要我们回去拿刚才房间里的斧头劈开树枝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主角在天空行走的步伐 很好 应该继续保持 用斧头劈开树枝以后 我们就算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下了风车塔 天色变暗 时间来到了黄昏 此时再回到这个房子旁边的小仓库我们会遇到一个光头正在吹门 当我们靠近他的时候 他就会突然转身 想给我一个爱的抱抱 然而他又没有站稳 直接就倒在了我们的面前 哇 这算不算碰瓷啊 如果我们去抚摸他滑嫩的光头 这个家伙居然就突然醒了过来 然后四脚着地冲到了森林之中 好吧 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活人 还是一个傻雕 然后很多玩家在没有看攻略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会在这里卡关 毕竟游戏没有任何提示 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入小仓库里 打开电闸 然后关闭小仓库的灯 再进入住宅里面 关闭住宅里面全部的灯光 因为只有关上所有的灯之后 这个游戏才会进入第三个阶段 就是天完全黑掉 谁会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 想到这么神奇的方法啊 然后住宅的门就会全部封闭 并且出现一只极其沙雕的鬼 不过只要站在桌子上 这个鬼就捉不到你 我们可以仔细观察这个鬼的一举一动 但是只要我不动 他也不会动 然而我一下桌子 他就会马上飞奔过来抓住我 把我拖进小森林里面 这一关的玩法 其实是关上了所有的灯之后 然后在这个沙雕鬼出现之前 打开该区域的灯泡 这个鬼可能会出现在床底下 烟囱里或者是橱柜里 被灯光照射之后 这个鬼就会龟缩回去 哎呀 这个做鬼也是要有尊严的呀 当然在这个房子里呢 还是要注意把握时机 并且每次只能开一个灯泡 开完之后要记得关灯 所以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开一个灯泡能把鬼吓走 开几个灯就没用的呢 重复了大概十几次之后 鬼消失了 我们终于可以走出住宅了 然后来到小仓库 会发现电闸里面 像个祖坟一样在冒青年 然后宅子外面的那只黑猫 就会带我们去一个湖边 在湖边取得一把钥匙 顺便感受一下这个游戏 劣质的吓人技巧 一条河豚会在你拿钥匙的时候 突然冲出来 并且旁边还有一个河豚 早就埋伏好了 等你一拿到钥匙 就钻出来弄你归儿的 然而你藏也藏得好一些啊 你露出半个鬼头 是什么意思 好吧 那我先走一步了 果然我们一走 河豚就从水里钻了出来 不过我们直接摸黑跑回去就可以了 湖边的这把钥匙 是用来打开电闸箱用的 回来之后 打开电闸箱 发现电闸里面的保险丝坏了一根 而正好旁边的狗窝的盆里 就有一个保险丝可以换上 并且我们可以发现狗窝里多出了一个白骨精 狗也坚持死活在窝里不肯出来 小狗冒着被局报的风险仍然要留在这里 可见外面的世界是多么凶险 换好保险丝出门以后 我们居然可以发现天蒙蒙亮了 然而接下来却需要我们再次进入住宅 再玩一次之前的下轨游戏 不过这次难度有所提升 会钻出来一些小人 这些小人必须要踩死 不然的话他们会打开房间里灯的开关 影响我的高端操作 一边踩小人一边开关灯 完成了这个下轨的任务之后呢 天又突然黑了 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 此时走出门 我们就可以看到小仓库的门口 摆放了一辆车 蚂蚁终于可以逃跑了 于是我立刻上车跑路 结果跑着跑着 铜皮铁骨的座驾 突然变成了一头野猪 车在音乐也变成了猪叫声 好吧这样也挺环保的 但是这头野猪别都不走 直接不偏不倚的 把我带到了之前的那个闹鬼的井边 我擦 女鬼果然又蹦了出来 我一路直接跑回了游戏开始的地方 发现似乎有车来接我们了 蚂蚁有生存的希望啊 然而当我们狂奔而去的时候 却发现公路中间凭空出现了一个巨鹰 原来这一切都是我的幻觉吗 而这个巨鹰的位置正好就在游戏一开始 我们看到的那个意大利炮的前方 看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但是在这个打炮之前 我们需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找炮弹 这个炮弹的位置非常机密 就在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矿洞里 但是去矿洞之前 我们需要到仓库拿到撬棍 然后走到公路上 让黑猫再次带我们去矿洞门口 也许游戏设计以为我们前期不会发现矿洞 然而在游戏的一开始 我瞎疾巴跑的时候已经去过一次了 来到矿洞门口 之前那个四九着地的骑行种光头又冲了出来 并且扑向黑猫 他们一起冲向了森林之中 不过也别管他们了 我们此时的任务是进入矿洞里 并且躲避矿洞里面的一个爬墙鬼 然后深入矿洞拿到炮弹 逃回意大利炮所在的位置 然后炮弹上膛 开炮 就这样 巨鹰倒在了路的前方 此刻我们走进巨鹰会发现旁边居然有一个尸体掉在这里 掉在这里也就算了 下面居然还有一个电瓶 诶等等 我们最开始来的时候不就是给电瓶冲上电了吗 我都快忘了这个游戏是要修车了啊 毕竟我还是要开车逃跑对不对 等我跑回小仓库 我发现我的电瓶已经不见了 原来这个人偷走了我的电瓶 然后跑到这里 被来了个倒挂金钩 真是活该啊 拿回电瓶 装回汽车 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开车跑路了 然而这个汽车的操作手感 就像被502浇水沾在了树上面一样 我倒车倒了半天才倒出来 当我们开走了汽车 游戏终于结束了 我们下车跑路了 刚刚周围还黑的一皮 怎么我一开车就天亮了 哦 我懂了 这个地方肯定是鬼的结计 然后阿猫阿狗看我走了 就过来送我一程 最后游戏出现了未完待续 居然是未完待续 当然这个游戏有没有续作 我并不知道 我自己在尝试通关这款游戏的时候 我全程都是懵逼的 为什么主角来到了这里 为什么这里聚集了这么多鬼 为什么主角擅闯民宅 为什么风车要转起来了 天才会变黑 为什么不能静静的等电瓶充好电离开 反而要到处乱跑去作死呢 为什么死地上这款游戏的评价 还收获了多半好评呢 好吧 并没有为什么 玩一个沙雕游戏 如果我还要纠结为什么 那我不也成一个沙雕了吗 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Share 真的沙雕到让我不得不吐槽 游戏发行于2016年的5月份 在死地上 现在的售价仅需6块钱 6块钱你买不到吃亏 买不到上当 但是你很有可能会买到一段 让你心塞的回忆 那么好的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但是我并不保证 以后还会更新吐槽视频 好的 我是神秋秋的苏神 我们以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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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